众所周知,近来音乐圈掀起了一股刀狼的热潮,它以新歌《罗刹海事》再次引爆人们的热情,而这股热潮也牵动着众多人的心。 与此同时,名声不小的汪峰在对刀狼的才华进行中肯的点评和评价之后,纳英也再一次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。 而最近的媒体爆料更是将刀狼推向了更高的高度,它即将举办一场大规模的巡回演唱会,将在徐州、济南、天津等九个城市举行。 刀狼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展露头角,受到了众人的支持和喜爱。 他的新歌《罗刹海事》不仅在大陆赢得了高知名度,更在中国、香港、等台地区受到热碰。 其中,他的代表作品《2002年的第一场血》更是被众多歌手争相翻唱,它甚至成为了KTV必点之选。 特别是《罗刹海事》这首歌曲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精神食粮,带给了人们情感上的满足和共鸣。 媒体爆料的刀狼即将开启的巡回演唱会更是引发无数乐迷的期待,预计巡演将在徐州、济南、天津等九座城市举办。 无疑将给音乐爱好者们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宴。 这一消息让人们充满期待,不禁联想到刀狼音乐的魅力,以及他在现场表现的激情。 在这股热潮之下,音乐界老前辈谭永林也发表了他的看法。 谭永林表示,演员们追求奖项正名演技,而歌手的梦想往往体现在能否开一场大规模的全国性演唱会上。 他的言论引发了众多人的共鸣,让人们重新审视的音乐人的心路历程和追求。 谭永林对于刀狼的关心和点评,不仅仅在言辞上体现,他还揭示了一段幕后的对话。 刀狼曾经回应谭永林的提问,询问为何不计划来香港开演唱会。 刀狼以一句看时间,我听老婆安排,作为回应引发了幻想。 这段简短的对话展现了刀狼的低调和家庭观念,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他人生态度的思考。 刀狼之所以如此珍惜时光,也是因为他深知音乐事业的不义。 他的歌曲在某些音乐平台遭遇下架,但这并未阻挡他音乐之路的脚步。 罗刹海叙的成功闹剧已让人们看到,他并未就此止步,而是在不断的创作与追求中继续前行。 他的音乐事业充满了挑战,但他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。 刀狼的音乐才华和情感表达引发了人们对于爱情的思考。 他在音乐中展现出的真挚情感和情感表达,成为了人们心灵的寄托。 他的歌曲如同爱情的抒发,以独特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内心,而谭永林所点评的巡演也让人们思考了,年龄差距对于爱情是否有所限制。 尽管刀狼的音乐事业蓬勃发展,但也难免面临一些现实的挑战。 他的歌曲在某些音乐平台下降,可能是受到了一些限制和挑战。 然而,正如罗刹海叙的成功一样,他的音乐魅力依然不减,未来的发展也将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和支持。 刀狼的音乐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他的音乐创作和情感表达将继续引发人们的关注。 随着巡回演唱会的举办,刀狼的粉丝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亲身感受他的音乐魅力和表演魅力。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音乐创作中,刀狼都将继续探索和突破,为大家带来更多的音乐惊喜。 他的未来充满了可能性,而他所展现出来的坚持和激情也终将成为不断前行的力量源泉。 刀狼的音乐事业和巡回演唱会的举办,成为了众多粉丝和音乐爱好者们的共同期待。 无论是年龄还是地狱,刀狼的音乐都能够触动人心,引发共鸣。 他的音乐之旅正是众多人心灵的寄托,也成为了大家共同关注的焦点。 刀狼的音乐旅程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追求,更代表了音乐的力量。 他通过音乐表达情感,唤起共鸣,让人们在音符间找到情感的共同点。 音乐的力量不受时间和年龄的限制,正如他的音乐将继续在人们心中传递,激发出更多的情感共鸣。 刀狼的音乐事业和巡回演唱会的举办,让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期待。 无论是音乐创作还是舞台表演,他都将继续为观众带来不断的惊喜和感动。 年龄和时间无法阻挡他的音乐激情,他将继续用心灵的旋律传递着情感,成为众多人心中的音乐偶像。 当时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,来广东,珠三角,深圳,东莞打工,工作,这里流行粤语,所以粤语也是很受人们欢迎的。 很多人自学广东话,更多人喜欢听粤语歌,哪怕听不懂也喜欢听。 比如似的天王刘德华的粤语歌,很受欢迎。 谭永林第一次和刀狼见面时就有一种惺惺相惜。 刀狼为了表达对师兄的感谢,把自己的原创《披着羊皮的狼》慷慨地送给了谭永林。 本来是刀狼想作为自己的专辑主打的歌曲,可以为了二人兄弟情,刀狼慷慨地送给谭永林。 看得出来刀狼非常看重感情,珍惜友谊之情。 校长谭永林为了录制好这首《披着羊皮的狼》,不辜负刀狼对他的期望,他反复地听了一两千遍,没想到公布不负有心人,终于这首歌曲成为了谭永林的经典之作。 当时火遍大江南北,一火就是二十多年。 谭永林,这一趟去新疆还真没白来,这首歌直接登上了十大流行金举《披着羊皮的狼》的位置。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,刀狼不仅帮谭永林写下了《披着羊皮的狼》这首歌,还将自己的成名曲《2002年的第一长线》改编成粤语版的歌曲《讲不出的告别》。 刀狼和谭永林互相欣赏、崇拜,两个人一起演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和中文版。 在《飞驰》的岁月中,刀狼也曾前往香港录制歌曲和拍摄NV,谭永林一直在为他提供帮助。 除了安排,刀狼在香港的住宿和饮食,热心的谭永林还介绍了很多香港娱乐圈的朋友给刀狼认识。 谭永林每次香港现场演唱会都会邀请刀狼一起参加,香港体育馆更是为刀狼永远开了大门。 要知道这个体育馆从来没有请过内地的歌手,刀狼的魅力可是大受欢迎。 刀狼的《罗刹海士》新歌最近非常的火,经典之剧我记住了。 那马虎不知道自己是头驴,那幼鸟不知道自己是只鸡。 勾兰从来半高雅,自古公公好为名。 歌词有些长,可能很多人都记住了这一句话,反映出很多社会问题。 目前《罗刹海士》全球播放量已经突破335亿,并且还在以惊人的速度向全世界传播。 这首歌将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一部经典之作,其传播速度和播放量也成为历史之最。 刀狼《罗刹海士》唱功、作词、作曲皆是表现出色。 这首歌曲展现了刀狼出色的演唱实力。 它的音乐风格独特,以通俗、流行、民族和摇滚为主要风格,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。 中央对刀狼的评价很高,认为它的音乐作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时长价值,对中国流行乐团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 刀狼的成功少不了贵人之一好朋友谭永林的帮助和支持,希望他们永远是好朋友,有情之数长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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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